我們今天討論的一個結果就是 因為那個遊戲請先幫我們開啟 解答是吧 解答就好 解答在這裡 解答我把它PO在最下面的 最下面 在這裡 隨便一個題 這樣就可以 因為它在帶的過程中 我們就是讓學生先玩一到六關 一到六關 一到七關 一到七關 那學生在玩的過程中會看到什麼 所以我們會 玩一到七關結束之後 我們也希望他們做小組討論 那小組討論什麼呢 那把小組討論到 觀察到的現象跟結果 把他們看到的結果 把他們看到的結果 用心智圖法的方法去呈現小組討論 所以他們的話 如果我們預想學生一定會想到 看到顏色 看到形狀 然後 然後把他們 小組討論出來之後 心智圖法列出來的現象列完之後 那 接著呢 就開始問他問題 每一觀眾 你有發現什麼規則嗎 先從觀察 討論 心智圖法 發想 最後開始幫他們做規討 透過提問 發生到什麼規則 那他們可能就會看到三角形 然後一定都要什麼拉 然後規律找出來之後 那因為到了第七關 那因為到了第七關 太動作了 太動作了 太動作了